大概的比較重要的地方大概幾個啦 其實這個是我自己從那個VBA的實際上的實作經驗裡面看到大概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會有資料從網路上把它撈下來的話 那會有至少會有三種方法 這三種方法其實也是我自己就是把它整理歸納 裡面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我們用那個Yahoo!股市的那個股市資料的話 我們是用那個什麼呢 從Excel裡面它本身的那個功能資料裡面呢 從Web這個功能 從Web這個功能裡面的話你當然可以把它用錄製聚集的方式 不過它這個地方當然這個從Web基本上是從那個網路上面去撈什麼 撈table table就表格 也就是說你那個網頁裡面一定要是表格它才能夠幫你下載 它利用的物件就是叫一個querytable的一個物件 那個物件呢當然優點就是說它很方便而且很簡單 你可以用錄製聚集的方式 你要的表格給匯錄下來 比如說我們 因為它這個首頁你會發現它一連直接打開 奇怪為什麼感覺很像IE瀏覽器 沒錯 實際上就是把IE瀏覽器遷入到Excel裡面 你會發現打開就是瀏覽器 這個地方還有個問題就是如果你的IE瀏覽器版本比較舊的話 也會有那個就連動的所以如果你的版本新跟舊有些時候有些網站 IE瀏覽器 打開會亂掉那你可能就要更新成新的版本 像那個我們這邊的話課程導覽 像我們這個課程 因為 期課 像這邊 下一期上課的話呢 我們進階通常 我會把它那個 下一期 那個進階我就暫時沒有開了 那 只有開進階 開出階了 所以你會發現出階 以前看起來 高生狀況 還是我出階的最好 因為 已而滿 只有那個 出階的課 因為 這個這個當然 來說啦 我是覺得以那個VBA來使用 其實很多人都有興趣但是 你說要能夠學到進階 而且能夠 真的懂 其實還是需要很多的時間 東西其實跟 你的工作是有相關的 但是你要能夠把那個 跟你要做的 其實把它 在一起其實還是有一個限制 地方網頁裡面嘛 這個是一個表格 所以你會發現他這邊可以打勾 你可以按匯入 他就幫你匯入下來 但是這個方式的話 有個限制就是說 有些網站還是沒辦法下載 而且可能下載 其實還蠻差的 所以後來的話呢 我們又增加一個 就什麼 XML PB物件 那其實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當然你 除了可以下載那個 我們上禮拜講那個 CSV 從那個 中央 台灣銀行的那個 外匯的網站 然後可以快速的把那個外匯資料 下載下來 那其實只要 把下載下來之後做什麼 橫向切割 再縱向切割 那你的資料呢 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的話有一個用 IE 物件去下載 OK 那 IE物件的主要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 網路上的資料 他可能需要做一個 點選的動作 像我們上禮拜提到就是那個 在我們雲南版本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那個 單元 裡面的IE物件 那其實我們是利用那個IE物件裡面呢 去抓什麼呢 抓這個 上面有一個網址 那基本上就是 網站 他可能會有一個情況 就是說 你要撈他的資料 但是你必須要怎麼樣 去變更上面的下輪清單 或你可能要下一個條件之後按搜尋 那這樣子的一個 應用的話 其實當然這個地方用IE物件 其實就很方便了 不過相對的啦 IE物件裡面呢 你可能需要 懂機會相對的比較多 第一個 如何把 物件 放在 Excel裡面可以執行 那這個當然我在這邊有一些程式啦 你當然如果說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這邊可以找到 那基本的 IE物件拿來到 那個 這個 VBA裡面使用 其實基本上就這一行而已啦 所以基本的 這個SET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在之前資料庫的時候 在有個 叫ADO的外掛 有沒有 我們用到這些東西 SET SET IE實際上是我們自己取的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你可以取別的 不過我用叫IE 那用Capture 在那個我們的 Windows裡面 有一個 物件名稱叫 Internet IE.application 實際上這個意思就是 把IE呢 載入到VBA裡面 變成一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讓我怎樣 可以去控制IE瀏覽器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 你的網址 所以這邊有個 UIL UIL 用byte的方式 把這個網址丟過來之後 那我去連結 其實就是在背後呢 怎麼樣 把連結連到IE物件 把它打開 打開來之後 不過你可能要先知道 幾件事啦 就是說 可能你的 要能夠先 Navigate 就是說把它連到那個我要的瀏覽器 不過那個網址 那瀏覽器 要能夠全部載入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所以這個地方 需要做一個等待的動作 因為如果網頁還沒全部載入的話 你是沒辦法把他抓下來的 所以第一 你要先怎麼樣 讓他 先等 等待他 整個有沒有 比如說你載入 他會怎樣 這個時候呢 才Ready 那我怎麼知道他有沒有Ready呢 基本上呢你可以從 這個裡面 我這邊有個Do File 就是 當這個 裡面有一個屬性 叫做ReadyState 不等於4 意思就是4的話 那基本 他基本上就是等於是準備好 或者是他 或者是B 這個B 等 等於4的話 如果他不等於4的話呢 那就再等 等於4的話 表示已經載入成功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邊有一個Application 點Wait 實際上 還是在等一下 等個5秒 這邊有個 Time Value 等一個 為什麼要等5秒鐘 因為基本上 如果要去抓 有時候 他雖然Ready 但是還是 最好還是讓他等一下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不讓他等一下 下的話 有的時候還是會抓 抓到空的資料 這有時候 IE物件 他 準備好不等於說 你可以馬上抓 因為之前我寫這一行 你們其實可以把這一行 如果把它 註解 行他 的話 可能會產生錯誤 那為什麼是5秒鐘 基本上我大概測試過了 大概5秒鐘剛剛好 可是如果說 你將來呢 再抓 奇怪為什麼 還是抓不到 那你可以把這個數字 怎麼樣 再 再演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 這有時候還牽涉到什麼 似乎 社會端有沒有 它的連線數量 或者它是不是比較忙碌 所以 這個地方 再把什麼 裡面的資料 一個個去 把它抓出來 然後這個抓 我是去利用那個 TugName 就是 我們表單上面那個 那個就是 所謂的TugName 就是在瀏覽器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 這邊的基本上 這邊你把它選起來 選起來按 這邊有個檢查 檢查之外 這邊有一個什麼 它的名稱ID名稱 實際上如果你要控制它 你還要知道什麼 如何去抓到某一個 畫面上的元件 它背後的名稱叫什麼 你才有辦法去控制它 那由誰控制呢 就是由IE軟件去控制 所以上個禮拜大概有提到 有關這部分 那 上一期課程有同學還蠻厲害的 他就是自己 把這做改寫 然後去抓網路上面的資料 OK 而且還蠻好的 反正說看到的 有些本來 沒有辦法用 Creditable來抓的話 那用這個方法來抓 基本上 會 更 能夠把 但是相對的難度 可能還是比較高 尤其是 這個地方名稱 那 我用的 去抓第幾個 TD TD實際上就是 網頁上面的 所謂的那個 一個表格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表格裡面 它一定是 先什麼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不過這個可能還是要 對那個所謂的 網頁設計 就是HTML 有一定的了解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一個網頁的結構 裡面一定有 假設你是一個表格的話 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一個表格 裡面的話會 TR TR是一列 哪一列 另外 TD的話 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 可能要去算一下 有的時候其實我們要把 這個網頁裡面的資料 能夠抓下來 順利抓下來 還要懂得 HTML 語法 然後呢 還要去算 我們到底要抓哪一個 儲存格的資料 所以我算完之後 大概第五個 一直到第九個 是我要的 所以我把這些資料呢 全部把它抓下來 那這個也是上個禮拜 各位看到的 他就會一個一個的 幫我們把什麼呢 本來 他需要很清楚 把這些資料 一個 台北市抓完 再去抓 其他 再抓什麼 新 新北市一變更之後 他底下也會跟著變更 那你變成要抓底下的資料 要一個一個抓 其實 可以用IE物件來 來試試看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大概略講一下 有興趣的同學 其實只要怎麼樣 把那個 我們在單元 8的這個地方 的練習檔 其實你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這個練習檔裡面呢 再去把那個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 程式 把它打開來 好 那記得就是把那個 這些應該都可以run 因為我上禮拜給各位看到的那個 那個程式裡面的 基本上就是放在雲端上面的 這一個 他的那個程式 那你只需要做什麼呢 就是開啟 這個 這個列習檔之後呢 那切到那個 我們的 這個 這個 IE的這個 要是就是這幾段 VBA程式 Sub這一段 到 頂多一個清楚 所以其實你只要 做兩個按鈕就可以了 那如果 DEMO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你就把這個 檔案打開 然後呢 那我是建議啦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啦 我覺得這個 還蠻重要的 如果你懂得利用 IE物件去幫你抓 網頁上面的資料 基本上應該沒有 抓不到的資料 尤其是很多 那個網頁 他其實 也設了很多的 不能說保護 就是讓你要做很多動作之後才能看到結果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運用類似的方式來來處理 那這一題的話 類似啦 就是 可能還要再 等一下吧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來看那個 後面今天是最後一次啦 所以 主要是 單元 第9跟第10 這兩個 主要是把那個 工作表相關的把它講完 然後再來講什麼 工作表的分割 那分割意思是說 說呢 我們類似像 請各位把那個問題 07打開來 第一個就可以看到 有這麼多個班級 我記得還有13個班級 那這13個班級 假設吧 模擬情境就是 第一個 我希望 因為呢 這個 一個 全效性的資料 那如果說你要把 這些這個檔案 你要給 每個班級的話 你不能 理論上應該不能把 其他班級的資料 每一個班的導師 因為這樣可能會有一些 別的班級吧 OK 所以假設啦 你是一個教務主任 那你今天要把資料給他們的時候 第一個可能需要排序 我如果希望什麼 把它搬到第1個 已搬放在第2個 有個順序 第1個我可能需要做什麼呢 排序部分 所以我們在雲端上 這邊有一個 程式碼 你把它打開來 然後第1個可能我需要做什麼 先幫我把它順序排一下 那我們可以用那個 序則物件裡面 有一個這樣 Move的方法 那要怎麼樣做排序 比如說你在你的工作表裡面 有這麼多 13個好了 你希望 按照你的 你要的順序 當然不是用手動的 我們是要用那個 VBA的 序則物件裡面的 Move方法 那怎麼樣可以快速的幫我 按照我要的順序排列 第1個 第2個排列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再把它 分出去 希望怎麼樣 希望能夠 把它排完序 然後再幫我把它分割成 一個 比如說一個假班 就放一個工作表 一個已班 不是工作 一個工作表 變一個工作部 就變一個檔案 總共有一個班 那就會變成 13個Excel的檔案 OK 那最好是 13個 檔案之後呢 如果還有那個班級的 Email信箱 比如說每個導師的 Email信箱 然後最好怎麼樣 你也可以呼叫那個 Outlook 物件 自動幫你把 這13個檔案 自動寄給 那 導師 OK 那這個 情境大概這樣 那最後可能 這13個導師 他可能 收到這些檔案之後 也可能 期末了嘛 那把資料填完 那13個導師 又會把 這個13個檔案又寄回來了 寄回來之後的話 你可能又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要如何把這13個 導師的這個13個檔案 因為你要給校長看 給 這個 可能 上 上級單位看的話 你需要怎麼樣 再把這13個檔案 合併成一個 OK 合併成一個檔案 13個變一個 所以 今天可能主要的重點 可能擺在就是 如何把工作表 分割成工作簿 然後再把 工作簿回工作簿 OK 那其實比較簡單 分割比較簡單 但合併比較困難 OK 合併的話 看了蠻多 其他的書 也有介紹到 但是那個 每個作者寫的 程式的 這個 都不太一樣 而且有的寫的 非常的 所以最後 我自己想了一個 別的方法 怎麼去做 因為我講過了 我的邏輯 程式看有沒有越短越好 不過後來想 寫一寫 有些地方還是不能省 那再來的話呢 越直覺 所以我用直覺的方式 把程式寫出來 所以待會請各位 先開啟那個 問題07 然後呢 也許上個禮拜的東西 IE物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回頭看一下 我剛剛主要是在 我們的論壇裡面 大概講 三個 如何下載 網路資料的方法 OK 不過因為 一次上課要把這全部講的 非常透徹 其實真的有限制 但是因為我們 課程時間有 主軸 當然有 還有其他 所以這個地方就略講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在 自己去 試試看 然後 如果有 可以提出討論 然後 之前還有同學真的就是 自己利用我 講過的IE物件的 這個範例 然後呢 去抓網路上的其他的 資料 真的有成功 而且還寄給我 我真的試了一下 還蠻棒的 因為它是好像是 新的吧 台銀行 台銀行自己官方往那裡 放了很多資料 因為他每天都要去抓他們公司 自己的資料 可是每天都要手動來一次 他覺得很浪費時間 於是呢 他就用我講的這個IE物件的方式 然後把他每天要做的 抓哪一個網站的所有資料流程 通通 自己寫一個 VBA 所以他就是做完之後 然後 他覺得很有成就感 然後 寫了一封信 感謝我一下 然後呢 我就幫他按一下 果真 很棒 每個地方 利用我講的方式 當然他裡面可能有一些 像 網頁 HTML 有依法那個概念 可能如果你沒有的話 可能你自己要去 稍微去找一些書籍 來K一下 因為主要還是會牽涉到 你要去抓取那個網路的資料 那個原始碼 相關的概念 你可能還是要有 否則你會抓 還是會抓不到 你要的東西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 把上個禮拜 大家回顧一下 那如果細節呢 不太清楚的話 網路上 這個影片都還是在 所以回去 我是強烈建議 一定要動手做 這東西其實有一點點難度 但是這些東西 只要你能夠掌握 其中個一兩項 裡面呢 甚至 這個就是一個 那 之前 我們班有個同學 他本是做那個 幫人家接案的 那實際上 當然你這些東西 甚至也可以變成 一個你的專業 其實 在外面的企業現在不法 他每天都要抓很多的網路資料 但是他可能 沒有 自動化能力 必須要幫忙抓 那所以 如果 如果 如果比較想法 比較自動改良 他的流程的話 或許他 就會有這種需求 找人幫忙 寫 怎麼樣去抓網路資料 的這種需求 那這種需求 其實是存在的 甚至有同學 可以拿這個來接 我是覺得 也是 我覺得還是有 這個開發空間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 試試看 然後呢 再 試一下把 我們的 問題先開啟 先開啟 我們 再次 再次 我們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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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